可以教我吗 可以可以 这样子吧 姐你那首歌怎么唱的呢 啊对了对了 你很厉害 原本以为爱的休学旅行 只是个看明星夫妻撒狗娘的真人秀 却不曾想因为和尤军和士博雄的加入 上演不少搞笑戏剧场面外 还让我们见识到了豪门和普通家庭的最大差距 和尤军士博雄作为港澳地区有名的豪门后代 从小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 多才多艺的他们永远都对世界充满好奇心 我们的没见过世面 是没坐过游轮 没去过豪华酒店 和尤军的没见过世面 是分不清橘子和清明 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都把精力放在专业上 这不从没碰过手分情的和尤军摸清规则后 就直接和金沙来了一手合奏 这一万个人中唯一的一个绝对音感真的是太牛了 大家一起聊天只是开个玩笑 让吴谦宇出本欲夫书 和尤军当即就能想到要买版权赚钱 而大家看到好看的包包 晨晨想要买下来当个美丽废物 可是伯雄开口就是问有没有生殖空间 什么都能想到身材之道 果然还是我们思维局限了